欢迎听众朋友收听BetterMe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节目主持人邱文仁 今天要谈什么呢 我们要谈一件非常得意的事情 就是我的人生会转弯 那今天采访到的是德意级冰淇淋的创办人阿德先生 请阿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文仁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德意级的阿德 德意级冰淇淋其实是两年前开的 那目前有三家分店 那我们知道最近呢 因应着节气还有非常非常多新的创意 也就是这两年其实德意级冰淇淋不断地成长 那现在在南台湾有三家分店 那未来呢可能也会进军到中台湾或北台湾 不过其实德意级冰淇淋两位创办人 一位是金融界的 一位呢他是奇美店的工程师 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特别 我的人生会转弯 那请阿德讲一下说 为什么您跟那位奇美店的工程师会在两年前 在台湾最不景气的那个时候 开创了德意级冰淇淋 那来分享一下 OK好 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德意级呢 是成立在两年前的八八水灾 大家听到八八水灾其实都会吓一跳 怎么会选择在那一天来做开幕 其实因为时间早就决定了 帖子也都发出去了 所以呢我们就硬着头皮 我说每年呢8月8号是父亲节 但是呢不会每年8月8号都会来一个台风 所以呢我们还是决定8月8号啊 就是如期的开幕 2009年的8月8号 2009年的8月8号 没有错 那开这家店呢 其实大概刚有提到 就是奇美店的这一位工程师啊 他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说 因为他是十年的一个资深工程师 然后呢他可能每天呢 在这个电子业呢 每天工作了15个小时啊 过着爆肝的生活 有一天呢他突然告诉我说 他想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他不想要把自己的身体 大概接近快40岁的人生啊 就把他的体力耗尽 所以呢他就就放下了 他的一个高薪的工作 暂时的休息 那刚好那很巧的 那个时间点我认识了一个 代理意大利冰淇淋机器的一个厂商啊 我就我就跟这个朋友讲说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你可以到那个他这一家厂商去啊 有意大利来的师傅啊 会教你怎么做冰淇淋 然后他听完之后 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 他想说 其实刚好休息这段时间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开始去学做冰淇淋 那就这样子 学着学着啊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他越做越有兴趣 他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冰淇淋不管三岁的小孩子 或者是八十岁的老人家 都可以藉由吃冰淇淋这个媒介 而得到快乐 所以呢那时候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是不是来成立一家冰淇淋专卖店 所以其实我们得意及 冰淇淋的一个源头啊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 以快乐为核心价值而开设的一家冰淇淋店 讲起来这个也真的很妙啊 像我认识另外一位好朋友 他是台湾纯辱的创办人谢洪波先生 他就是他以前是技嘉科技的工程师 而且呢他也是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年金是两百万以上 可是他也是差不多在两三年前 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他工程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然后因为他家是落农业的 就开始卖起牛奶来 那我会觉得其实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他有所挣扎 但是也有所必然性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台湾 就是一个科技岛 高科技行业里面的工程师 如果要达到一定的这样子的产值 跟价值跟目标 其实真的都是7-11 非常非常努力的在里面付出 可是人努力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会真的在反省 回溯说 我的人生真的就是一直要卡在 这个周而复始 然后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然后用我的健康来换取那样子的薪水吗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我们开始就有人生要转弯的一个想法 那结果我们的阿德呢 就跟这位奇美店的工程师 开始聊起因缘忌讳的碰到 意识的这个冰淇淋的机器制造商 然后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转机 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卖冰淇淋的店家也蛮多的 那你们也不过就是认识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然后到后来成立这样子的店 我想这中间的思维应该也不是这么的单纯吧 是跟文人报告 其实很单纯的来做一个分享 当我们决定要开冰淇淋店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去做一些试调 所谓试调就是说 在台湾冰淇淋其实大多数都是外来的品牌 都是比较大的知名品牌 像Hagandas或者是莫凡比 那反而国内的那个品牌 当然有杜老爷有小美 他反而是比较走一般在超商的通路 那真正能够到店里面去享用一种 得到快乐或者得到健康的意识冰淇淋 其实算是比较少 尤其在台南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长期居住在台南 所以我们发现在台南这个地方 真正开意识冰淇淋的寥寥可数 不出三家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市场区隔 一个很大的一个 也算是商机也好 或者是说当意识冰淇淋跟美式冰淇淋 意识冰淇淋比较以健康为导向 美式冰淇淋或许比较以口感绵密 但是意识比较强调的是那一种 现做手工健康的一种核心价值 来做一个跟消费者做结合 所以我们当切入这个商品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 能够做到 让消费者能够得到健康 所以呢 有稍微做一点功课 所以呢我们还是 切往意识冰淇淋这边来做发展 如果说你问我比较喜欢吃意识冰淇淋 还是美式冰淇淋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答案是意识冰淇淋 因为我们女生 其实女生都还蛮喜欢吃甜的啦 但是美式冰淇淋 比如说像现在最受欢迎的黑根达斯啊 它就是听说是双倍的奶油 然后双倍的甜 那种非常浓郁丰富的口感 但是以意识冰淇淋来说 多半都是以水果为口味所制造 所以其实以健康取向或者是以口感来说 其实意识冰淇淋 意大利式的冰淇淋 其实是比美式的冰淇淋要健康的许多 对没错 文人刚刚讲的真的是 算是这个冰淇淋的行家 因为意识冰淇淋 它在整个意大利文 它叫做Gilato 美式冰淇淋叫做Ice Cream 所以Ice Cream其实就是奶油跟冰的结合 那意识呢 因为意大利政府有规定牛奶的乳脂肪要低于8% 那美式呢大概平均介于20%到22%之间 所以对于女性来讲 其实她接受义式冰淇淋的那种需求度 一定会远大于美式的一个选择 那另外呢 刚刚有提到 因为以牛奶为机体的是Gilato 以水果为机体的这个我们统称为Sobe 那因为在我们的店内制作啊 我们会以台湾当令的一个水果 不管 呃 台湾的一个农产品 以目前来讲 可能我们最近研发了一个 新的叫酪梨口味的冰淇淋 或者是 呃 在一个月后 可能万圣节到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南瓜的冰淇淋 我们所采买的农产品都是以台湾的一个农夫呢 这边所种植的水果 像我们店内最畅销的那个芒果冰淇淋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预警来的一个芒果 所以客人当吃到台湾特产的一个水果的时候 然后结合冰淇淋的美味 其实他们对于这样子的健康取向是都很大表赞同的 呃 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听到的是呃 邱文人采访德一级的创办人阿德 哦 同时我们也学到一些新知识 这今天也是我头一次知道 对美国的冰淇淋叫ice cream 那ice cream就是里面有 嗯 将近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的奶油的成分 那各位可以想想就是 他为什么会这么的甜这么的浓郁 但是我今天也是头一次知道原来 义式冰淇淋叫做gelato 那他里面的奶油成分呢 是要低于百分之八的 那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是比较自然清新的一个口感 那呃 德意吉冰淇淋它的成分 我们刚刚讲到里面最受欢迎的一种芒果冰淇淋 哎 他竟然是用我们台湾最出名的玉璃的玉璧的芒果 对玉璧芒果 来制作的 哇 看到这边我口水都不止流下来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听听阿德啊 他为什么把这个义式冰淇淋叫做德意吉冰淇淋呢 我们稍后回来 OK OK